下午5點鐘 歡迎加入這節衣電視整點新聞 大家午安 我是秀穎 好 新聞一開始我們要聚焦 這名28歲的徐姓男子 疑似是吃了安眠藥之後開車上路 精神恍惚 先是擦撞到路旁的護欄之後 又追撞著前方停等紅燈的車輛 當時這名54歲女騎士遭撞飛一層樓高 噴飛十多公尺 然後重摔在地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幸好松茵搶救恢復了生命真相 但是依舊是有生命危險 還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當時的情形我們時間交給靖淳 2014年基隆這名蔡姓男子 參加基隆市政府舉辦的鐵人三項比賽 過程當中因為騎車輾到了坑洞 導致他摔車半身永久癱瘓 向市府提起國賠告訴 那麼一審判賠一千零二十五萬 市府不滿在上訴 但是高等法院發現 市府其實在比賽之前就發現說 有坑洞的存在 可是沒有有效的防止危險或損害 發生的具體作為 認為市府管理上面是有疏失的 所以二審的酌情判檢了 就大概是九百六十七萬 那麼最高法院的駁回上訴 目前全案確定了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的小舅子 李明哲又有驚人之語 還在幫雲林立委候選站台的時候 向台下的群眾說 聽說立法院下個禮拜將會通過一個法案 未來吃毒品將會無罪 所以希望大家能把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送進立法院抵制 像這樣的錯誤法案 可是法務部得知消息立刻出面反擊 所以根本就沒有那麼一回事啊 一切都是李明哲的認知錯誤 我們再來看到這位話題人物呢 他說了一席話呢 現在呢在政壇上面呢 掀起無限波瀾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算說已經退出了總統大選 但曾經呢有一絲後悔過嗎 就在昨天他接受政論節目的時候呢 新聞面對面的專訪 坦言他後悔退選 你看到到底郭董說了一些什麼 郭台銘說當初呢 有在節目上公開呼籲韓國要留在高雄這邊 郭台銘來選總統 那麼創造出三營的局面發聲 本以為呢退出就可以成全大局 郭台銘說呢是振興後悔 當初沒有堅持給他選下去 從三營呢變成三叔的局面 尤其是支持他的郭粉呢 強調2020他的策略就是袖手不旁觀 他認為呢國會的力量可以制衡一黨獨大 或制衡整個總統的專權 選擇了郭頌聯手的他呢 也呼籲支持者政黨票應該要投給清兵黨 比方說像是劉又彤 比方說像是蔡幸宇 而且希望呢郭家軍最後是可以順利挺進國會的 而談到台北市長的柯文哲呢 郭台銘講了這回選舉呢 他覺得很對不起柯文哲 還有柯媽媽 為什麼因為他解釋了他沒有事先呢告訴這柯文哲他不選 因此呢對柯文哲呢心懷了歉意 那麼郭台銘還認為呢2024呢柯文哲出來選的機率 其實是相對蠻高的出現的機率也很高 然後對於自己要不要選2024呢 他重申他是中華民國派 如果台灣人需要他 他永遠都在 我們聚焦這挺寒大遊行21號呢在高雄盛大舉辦 主辦方呢更好稱現場有35萬民眾來參加 不過唯獨韓國瑜的太太李家芬缺席 沒有到場同台力挺 讓外界呢拼拼在猜到底是為什麼呢 昨天呢資深媒體人邱明玉呢在節目上面爆料 說李家芬可能是因為韓國瑜被周刊踢爆的600萬LED燈案 還在生氣 認為呢是高雄輪船公司董事長黃文才 帶壞了韓國瑜 宣戰倒數18天了各陣營廝殺呢 可以說還是蠻激烈的挺寒跟罷寒遊行21號在高雄過招 之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份最新的民道結果 有46.8%呢支持民進黨的英德配 14.4%呢是支持國民黨的國政配 還有7.6%呢是支持親民黨的宋瑜配 韓菜之間的差距呢目前呢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數字 差距已經來到了32.4% 那麼韓國瑜的支持度更是跌破了15% 另外出現了一大警訊是這國民黨在政黨票 還有全區域的立委支持度呢 已經全面性的落後 民進黨您看到這兩分數字呢 很明顯的其實綠營都是領先的 總統大選當然也攸關到立委的選戰 台北市第三選區呢中山還有北松山 這裡戰況也可以說異常的激烈 你看到這份蘋果最新的民調結果呢 國民黨爭取連任的蔣萬安是以40 這樣的40%小勝民進黨的新秀 吳英農的39.2% 所以這兩個人之間的差距呢只剩下0.8%呈現出 五五波拉鋸戰 對此呢前名將立委林卓水臉書說 沒有辦法誰叫天龍國是知識藍的大本營 還算說呢這是因為母雞太重了 小雞呢扛到這樣子 彼此之間呢只差了0.8%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發生在24號早上這基隆有民眾呢 報案說有漁船觸礁 擱淺在離岸邊100公尺的岩石 船身還嚴重傾斜 最新的救援狀況 我們時間交給以遲 接下來聚焦台中這一名大樓的住戶 在臉書上面PO文 21號呢台中明明外面是沒有下雨的 可是沒想到家裡頭下起了小雨耶 整個燈座就像是這蓮蓬頭一樣 這水不斷的狂流 嚇得他呢趕緊用小浴盆去接水 懷疑說是不是水管線是出了什麼問題 請樓上住戶幫忙處理 但大樓的管委會總幹事呢 則是跟他講說 這依照公寓法的法規規定 這漏水的修繕費用呢 要樓上跟樓下呢各付一半 讓他沒有辦法接受 國民黨總統候選韓國瑜 報女嬰的事件呢 意外是引發了爭議 韓辦不滿呢 女嬰被拿來當作是黑韓的武器 於是乎呢就在今天 這韓靜辦總發言人王淺秋 還有包括律師呢 葉慶元到台北地監署這邊 依照選罷法當中意圖使人 不當選來提告 但是遭到點名的電視台呢 也發表了聲明強調 新聞並沒有惡意在扭曲啊 也會對王淺秋來提告 高雄市場韓國瑜25號呢 就職滿周年 這市府召開記者會報告 這一年的正期 可是會上卻不見主角韓國瑜 讓議員痛批 這乾脆請辭算了吧 綠營更是送上了六個年度關鍵字 對此呢葉匡時表示了 這綠營的議員 應該要祝福韓國瑜當選總統 這樣以後在議會上面質詢 才可以獲得更多的關注 波特王呢 因為拍攝了遼總統的影片 而被中國廠商給解約 雖然說不少人力挺他 但現在傳出另外一種聲音 說呢他是在商言商 沒想到這番話呢 惹火了波特王 他在臉書預告了 三名留言訊息 累積的量 差不多夠他拍一整支新的回复影片 是時候要來打臉三名 我們現在就叫做國際了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3號 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兩個人同框了 日本共同社呢 報導說這安倍呢 在會中談及到香港 還有包括新疆的人權議題 那麼習近平則回應說 這些問題呢 其實都是中國的內政 換句話說呢 希望日本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而除了說這香港跟新疆呢 安倍也提及到 這中國公務船隻 進入到釣魚島附近的日本領海 要求呢 中國盡快要釋放被拘留的日本人 而且希望呢 中國可以回應撤銷日本食品 進口規範等等的問題 報導也有提及到 習近平在2020的春天 將會以國賓的身份出訪日本 安倍對此表示呢 他們非常的重視 而且認為這一回的到訪 極具有意義 而講到呢 其實1月1號開始呢 中國將會實施一個全新的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密碼法 什麼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密碼法呢 就是規定所有的網路密碼 將會由國家統一來幫你管理 甚至他們還把這密碼呢分成了三個部分 比方說像是核心密碼的部分 還有普通密碼的部分 以及商用密碼的部分 三大類來進行管理 那麼其實像核心密碼 還有普通密碼的都是國家機密 但是呢 如果是商用密碼的話呢 則是不列為機密 如果說呢 你不配合的話 還是可以罰你100萬人民幣 那麼的高的金額 全面就是要把手伸進 網路控管任何一些訊息 只能說呢 現在呢其實不只是網路領域受到了這樣的國際關注 包括像是人權議題呢 也一再的被搬上檯面 根據這漢族商人透露了 其實新疆部分地區呢 人口大幅度的縮水 大量的商人都想要離開新疆耶 國際兼土耳其政府呢 最近更越來越少 替新疆維吾爾族來發聲 讓大家質疑了 是不是為了經濟 所以放棄宗教自由呢 可是你看呢 其實在民間 特別是在運動場上面呢 穆斯林的球員呢 都紛紛表態對維吾爾族的支持 除了英超的球星 他這二奇爾之外呢 全球年薪最高的橄欖球球星 也就是畫面中的他 威廉斯呢 也在推特上面 聲援新疆 他認為說 當我們選擇經濟利益的時候呢 結果而不是人性的選擇 其實令人感到非常遺憾 也譴責了中國大陸的迫害 只是呢 基林有球星呢 要幫著維吾爾族人來發聲 也讓中國大陸玻璃心 碎滿地 稻采林木呢 許有所聞 這回有三個地檢署聯合偵查 發現那麼一個山老鼠集團 稻罰範圍 現在還橫跨八個縣市 除了逮捕二十二名嫌犯呢 查扣價值一億 高達五十噸的珍貴林木 也拍下嫌犯 稻采搬運的畫面 我們來看 有網友在網路上面破文 說他們原本跟朋友定好 十二月二十一號到台南 那麼一家民宿包洞開趴 但業者前一個禮拜通知 他們因為房間被破壞 他們必須要整修 所以安排對方到另外一家民宿入住 沒想到等網友入住 經過這棟獨棟民宿 發現了業者跟裝修工人 在裡頭喝酒開趴 氣得打電話 照業者理論 李嘉芬到了台中 幫著林嘉欣站台致辭 然後又被酸 他感嘆說這夫妻倆總是被抹黑 還說台灣今天所有災難 他們夫妻扛沒關係 策劃一出 高雄市院陳志忠的臉書發文狂酸 請韓夫人直接把韓市長扛回家即可 包括名嘴黃創下也補充 這是一連錯誤總和 形成複合式的災難 網路上擁有近一百二十萬點閱 知名網紅浩浩 這一回找來親民黨總統候選 宋楚瑜和拍影片 事前還PO出那麼一版預告 我們來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金船使用間諜軟體監控國民 半年以來使用者累積高達數百萬人 個資可能都已經被竊取了 對於這款有問題的程式 Google還有蘋果都渾然不知 直到被紐約時報爆料才把他給下架 之前人在加拿大慶祝耶誕節的英國哈利王子跟梅根王妃 最近PO出那麼一張寶貝兒子雅氣 臉貼在鏡頭前面超級卡哇伊的聖誕賀卡 我們來看看 高雄是林雅分局城公路的所長 為了要慰勞同事趁著耶誕節前夕 找來外揮業者準備十四道菜 有骰子牛燉羊肉 就連這名蝦炒飯意大利麵統統都有 菜色非常豪華 在派出所辦平安夜 遠景都覺得很開心 接下來看到這一部箱形車 等在路口右轉路港張濱五路 確認沒有來車之後駕駛往前行駛 沒想到一彩油門竟然直直撞上一部機車 讓網友摸不著頭緒的是 這台車到底怎麼會憑宮出現呢 是時空穿越還是從蟲洞跑出來的 網友很傻眼直呼太不可思議了 這年前新竹那名男子的林春雄 他是火頭女友跟三名友人 性侵少女而且焚燒屍體 跟一省跟跟二省的林春雄是禍判死刑 都被最高法院撤銷發回 上午跟三省改判無期徒刑 流是因為沒有犯下情劫最嚴重之罪 他聽完判決之後還對法官鞠躬致意 邊凌晨靠近光華商場的梅東大樓三樓 突然之間竄出火蛇 消防人趕去救援 期貨地點是一處倉庫裡頭堆放的 500顆的離電池還有1000組的變壓器 消防人就在過程當中因為閃燃 所以造成食人的是輕微嗆傷 還有燒燙傷 大火燜燒快4個小時鎖刑 最後被撲滅 持續追蹤這起火警 起火地點是光黃商場 那麼一間電腦公司的倉庫 裡頭囤放大量的離電池還有變壓器 所以導致火勢是一發不可收拾的 24號平安夜發生大爆炸 真的嚇壞住戶 因為住了40年的住戶就講了 其實根本就不知道這間倉庫是放離電池用的 這一爆才驚覺危險性 果真是不容小覷 一塊了解 高雅